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杨茜茜 通常有兩個工業界別的分組 是工業一和工業二 另外也新設立一個科技創新的界別分組 今天我請來這位嘉賓 最有資格跟我們在工業和科技創新 分享一下意見 就是香港科技園有限公司主席 查毅超先生Sunny 他也是現在工業總會的副主席 多謝你Sunny 謝謝 很多人說香港工業已死 給你一個機會平反一下 絕對不是 簡單說 其實如果我們看指數 就像製造業是1%之內 對比新加坡瑞士18%至20% 其實大家的定義有點不同 兼且在2015年 港大黃宇遷教授有個研究 其實工業總會和他一起做 其實做的時候發現 其實90%的服務指數裏面 有46%其實是和工業有關的 對 而這個研究 所以工業還會今年再重新 再做一次 希望到時有些震奮的消息 對比思議 我知道在工業總會裏面 其實有32個行業 裏面真是涵蓋範圍 很廣泛 從化工到珠寶首飾都是行業 不過近年當然很重視附加值 從我們的應用科技 或者設計方面 令到工業的水平更加提升 好了 現在說回你 作為科技員有限公司的主席 我們現在特區政府 正在推動再工業化 你怎樣看香港工業發展的前景 首先多謝你 也多謝政府在再工業化 有很多支持 我們有再工業化基金 其實Science Park 我們兩年多前 就已經開始有研究 再工業化我們怎樣參與 因為三個工業村 都是科技員有限公司所管轄的 而我們其實是鼓勵 在工業村裏面的補助 怎樣升級轉型 怎樣可以配合再工業化 所以我們兩次的訪問 接下來出台會有些 是升級轉型的計劃 怎樣去增值計劃 循序一些新的指標 怎樣增加本地高質的就業 有IN&D元素 本地的產出那類的資料 希望將來可以配合到 香港再工業化一起走 而我們在將軍澳 先進製造中心 由石鹹平田四月出台 我都膽敢拍胸口 到時的出租率都挺高 因為我上個星期 剛剛自己都親自 跟一些大的potential客戶 都應該去拿十幾二十個地方 非常好 你們看回我們香港科學園 現在我們發覺不夠地方用 所以跟深圳共同商量 一個一區兩圓 當我們落馬州河套的 第二個科學園還沒落成之前 可以先在深圳福田區 透過香港科技園有限公司 作為一個成租人 去拿多些地方來 讓我們的企業可以落戶 近年我真的覺得 在工業和科技應用上 是做得相當之好 我們每年派出去 在日內瓦發明的比賽 都獲得很多獎 我只簽一些公學信 經常簽不少 你覺得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我想其實在這幾年 我經常都說 我也不是擦政府鞋 我自己做了工業三十多年 以往是真的自己做的 政府有沒有幫助 其實在90年代都有ITC 都有資金 但是你說去到近這三幾年 那個幅度是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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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速度是完全兩回事 我簡單說一些數字 三年前我開始做科技公司 我們有七八間科技公司 現在是超過一千間 你想想就算我們有社會事件 有COVID也有這樣的增長 人數由三年前到萬一到 接下來我們差不多萬五人 你裏面有九千多人做R&D 你如果今天 上次來的科技公司 但中五如果你去科技公司 吃東西 你會發覺好像在中環 你都頗難找位 當然我們要去解決和面對 我們會優化它 你講到我經常去科技公司 工種有一個活動 我差不多從不缺席 就是每一年頒獎 給優秀的青年工業家 我覺得這個活動真的非常好 表揚一下青年的工業家 其實他們很多都很努力 放很多創意下去 其實每年挑選這些青年工業家 是不是很困難 其實都不是的 一代代不同人 譬如我自己也是 2004年我是老的青年工業家 我的前輩到我那一代 到今天你發覺思維都不同 今天有很多 大部分可能是第二代 但是不是說他吃副蔭 做回原本的事情又不是 如果完全做回上一代的事情 他又未必會得到獎 他真的將這件事 將一加一變成三 或者變成不同的東西 或者升級轉型 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們最近都是鼓勵 香港青年多元發展 特別可以進入去 越港大灣區的內地城市 所以我們提出了 一個越港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我也知道有些是工業的企業 參加 給他們有機會進入內地 譬如東莞 佛山 還有很多先進製造業 來體會做工業的情況 你記得我有幾次演講 我覺得我很佩服工業的 很堅毅不屈的精神 而且不是即時會賺到大錢 跟地產有些不同 所以這種工業的精神 其實都反映香港那種 詩折山精神 我們永不放棄 好了 對於未來工業的發展 你有什麼展望 我來著大灣區發展 第一 就是說製造的 工業總會經常說 China plus one 為什麼說China plus one One就是一帶一路地方 我們開我們的分支 為什麼China不是說 遷移一間廠 不會遷移到的 譬如做電子 做一些複雜些東西 配套 尤其是如果你要 mass production 我不覺得你可以今天 或者短期內離開到中國 我們中國那個 infrastructure 人力 我自己覺得 不會有第二個地方 可以這樣取締到的 你說加一個地方 去遷移某些原因 我同意 第二 再工業化香港 我經常說香港是可以回來做的 有很多人不相信我的 如果你看回上一個board 羅太的board 我們走了在大埔工業村 拿一些退回給我們的廠房 我們改建了它 一個月就租了出去 師姨你也看過那間 Upcycling那間 然後我們再遷移的 我們是Theme Base 做微電子 做抗疫用品 我們又在想做食品 或者做GMP有關中藥 然後我剛才說 先進製造中心出來 其實在社會事件之前 我們同事出去摸底 是七八成的 那段時間是七八成 但是過了這段時間 社會事件加COVID 有人走了 但是走了有人回來 最後那個聲音 下年四月出台 是否說我們很擔憂 沒有人租 絕對不是 全部是正確的報告 很多人都在想 會想有些事情留在香港做 當然他們也會坐在國內 其實擺多少都在國內 有什麼要擺在香港 他們會想的 謝謝Sony 今天帶了很多有關工業發展的正面訊息 不過今次重新構建選舉委員會 因為達到廣泛代表性均衡參與 就不好意思了 拿了你們一個位走 原本工業一是18席位 現在是17席 但不用擔心 我們將大部分在第一屆 拿了一個位走 就是給了中小企業 我相信中小企業也有很多從事工業 或者工業加工的工作 這才達至到巨廣泛代表性 和均衡參與 好 今天非常感謝查毅超先生 來跟我們分享關於工業前景的看法 謝謝Sony